视频拍摄于今年6月,画面中,两名保姆让一名男童抽水烟,之后还用一个空水桶砸中男童的脑袋,9岁唐氏男童的母亲阿曼达这户。 人家的女主人名叫阿曼达,其丈夫名叫乔西格林豪斯,他们说,他们的儿子名叫布莱恩格林豪斯,患有唐氏综合征,涉事的两名保姆名叫林塞莫斯和达拉斯巴伦,年龄都是19岁,是他们专门聘请来照顾患病儿子的。 父亲乔西格林豪斯与两个孩子在一起,阿曼达在脸谱上发文说,两名他托付照看儿子的人,明知他不会告诉别人,便对他进行身体上的虐待。 自从看了这些视频后,作为一个母亲无法用语言,表达我地狱般的内心经历,我信任这些人,他们背叛了我,更重要的是,他们背叛了我的儿子。 这让我的世界陷入了一片混乱,一段日子里,我觉得自己永远也摆脱不了这件事情。 两名19岁保姆在脸谱上的网页截图阿曼达还透露,警方现在手里还有三段视频,都是有关这两个保姆虐待他儿子的。 他说,两名小保姆虐待他儿子,还拍下视频,然后还分享,他们俩罪得相同,他还说,他觉得现在这两名保姆,面临的指控还不够。 阿斯特克市警察局发表声明说,他们已经受理了6月份的这起案件,两名保姆均遭到数个罪名的指控,其中包括虐待儿童的重罪。 本日子警察局发表声明,就会发表声明,就会发表声明说明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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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